美股做好 港股今早高開173點 在耐銀內險大動之下 勝幅一度擴大至超過400點 高建24924點 升幅期盒收窄 恒志中不收報24755點 升了234點 而國資亦升了170點 7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4,800億 遠高於預期 中止金融股上升 斯坦內銀、公行、建行、中行、農行 分別升了0.8%至1.7% 而民生銀行亦升近2% 有至2000億元人民幣國家隊基金加入戶盤 加上市傳中央計劃發行萬億的 專項金融債支持基建 有投資A股的內險股 股金組顯著跑贏大使 平保升超過2% 國壽升3% 財險升超過4% 而太保、中國太平、人保 就升超過2%至3% 人民幣中間價金組大幅貶值 將會令到航空公司匯稅損失加劇 中資航空股金組逆市急跌 南韓跌1.7% 國韓、東韓亦跌超過1% 焦點股方面 東亞銀行被對沖基金增持 惹來再被追擊的猜測 今組股價未受影響升1.5% 而阿里巴巴斥資283億人民幣 入股蘇寧雲相約兩成的股權 不少傳統實業的零售商今組亦做好 國美曾經竟升16% 中午升幅收窄至3.6% 而可以電器升1.8% 百例升2% 而阿里系股份、銀貸先升後跌超過4% 成家活躍股份方面 重邦南潮上升亦都支持大市升幅 港交所及騰訊分別升0.5%和0.8% 收視之後有3分鐘視頻再見